修罗武神 第五千八百八十九章 决定 作者 善良的蜜蜂 何时动身 楚风问 你想何时 三圣妖族组长问 现在 楚风问 可以 只是此行有些凶险 子灵姑娘可要同行 三圣妖族组长 看向子灵 还不带子灵开口 楚风便到他与我同行 楚风对三圣妖族并不信任 哪怕他们刚刚用强大的阵法 帮子灵稳住伤势 也不信任 所以 相比于让子灵留在这里 楚风宁愿让子灵跟随自己冒险 毕竟有神鹿的力量在 真的遇到解决不了的凶险 楚风带着子灵 直接逃走便是 但此行还要多加一个人 三圣妖族组长说话间 捏动法诀 一道传颂之力浮现 传颂之力消散 三圣星宇的身影 也是浮现出 看得出来 三圣妖族组长 在三圣妖族 掌握着大阵力量 因此 可以随意操控阵法 父亲大人 我也要去 可就在此时 有一道身影 自远处天际窜了出来 是三圣秋天 这一次 在三圣秋天出现前 楚风没有任何感应 可以判断 三圣秋天身上 应该有着某种质保 强大到 他可以在一定范围内 隐藏得彻彻底底 楚风的洞察力 都难以察觉 你捣什么乱 三圣妖族组长 眉头微皱 显然不太想 三圣秋天去 三圣星宇能去 我凭什么不能去 我可是你的亲儿子 可三圣秋天 显然不怕自己的 这个族长父亲 他并未靠近 而是在远处大声喊着 别添乱 回去 三圣妖族族长 已命令口吻 你不带我去 我就把你让我告诉楚风 说三圣星宇 要纳他的女人 为小妾的事情 告诉他们 三圣秋天这句 不是暗中传音 是当着楚风 紫灵 三圣星宇的面说的 此话一出 三圣妖族组长 脸色铁青 恨不得抬手 给三圣秋天一巴掌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 玄机又笑眯眯的 看向楚风和紫灵 你们别介意 是我这个做父亲的不对 平日里对他放纵溺爱 所以导致他目无法记 喜胡说八道 可三圣秋天依旧不慌 反而理直气壮 你让不让我去 你若让我去这个孤 我就替你背了 你不让我去这个 锅你就自己背 闭嘴巴 你以为胡说八道 就能威胁老子 三圣妖族组长怒斥 你真不让我去 那我还有别的事要说 老子让你去 三圣妖族组长 对其怒吼一声 但玄机又笑眯眯的 看向楚风与紫灵 真的没办法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 我不宠他谁宠他 但真的不是因为 他说的事情 那是他胡说八道的 对此 楚风与紫灵 都只是尴尬地笑了笑 至于三圣心语 不知是习惯了 还是怎么回事 脸上面无表情 这丫头 就像是个面瘫 但与真正面瘫不同的是 她瘫得好看 谢谢父亲大人 此时三圣秋天 跑到镜前 对着三圣妖族组长 身居一躬 臭小子 让你去了 快还老子清白 三圣妖族组长 一巴掌 拍在了三圣秋天脑袋上 而三圣秋天也不生气 而是抬头看向楚风 与紫灵脸着大嘴 是我胡说八道的 对了楚风 这就是你爱人 长得可真好看啊 我们族内就没这么好看的姑娘 说话间 三圣秋天 还擦了擦嘴角渗出的口水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 好了 咱们动身吧 三圣妖族组长说话间 便准备带着楚风等人动身 组长 可就在此时 却又有一道声音响起 顺身观望 乃是圣老 他出现之前 楚风同样毫无察觉 但与三圣秋天不同 圣老应该是纯粹因为实力太强 拜见圣老 见到圣老 三圣星雨 以及三圣秋天 都是赶忙施以义礼 而楚风也是 对着圣老礼貌一笑 圣老也是 笑着微微点头 旋即看向三圣妖族组长组长大人 老朽有事与你说 圣老 回来再说不行吗 三圣妖族组长问 占用不了太久 可以让他们先行 圣老说道 星雨 你带着他们 先去神山下 切记我到之前 不可入山 三圣妖族组长此话说完 便向圣老的方向飞掠而去 见状 三圣星雨 则带着楚风等人动身 可刚走没有多远 三圣秋天便小声 对楚风三人道 其实就是 我父亲让我那么说的 我父亲想吓唬一下楚风 秋天少爷 莫要再胡言乱语 三圣星雨道 切 反正实话我说了 信不信有你们了 三圣秋天 双手抱着脑袋 挺胸抬头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那叫一个轻松惬意 无所畏惧 而此时 三圣妖族组长 已与圣老 进入了一处隐蔽空间 你要带楚风 去挑战那座阵法 圣老面色凝重 没有了之前的和蔼笑容 这就是他的任务 不然为何放他进来 三圣妖族组长道 结界阵法 从来无人挑战过 但他的难度 却是堪比楚轩元 当年挑战的最后阵法 楚轩元入神山多次 楚风才第一次 未免太危险了 你就算因当年之事 对楚轩元心有不满 可却也不该让他儿子 冒如此风险 难道 你真的要让楚风负债子长 他若出现三长两短 楚轩元岂会善罢甘休 圣老说道 圣老 你可是说过 楚轩元之子乃是当今修武界最强小辈 这种名号 楚轩元当年应该没有拿到过吧 三圣妖族组长问 圣老沉默 他的确没听说过 楚轩元有这样响亮的名号 所以某种角度来看 楚轩元的儿子应该超越了楚轩元 三圣妖族组长道 楚风的天赋与实力 的确无庸置疑 可神山的难度 却也是非同小可 此事还虚 圣老话未说完 三圣妖族组长 便极其严肃地说到没有时间了 我祖先辈留下的资源 能得到的 我们都已得到 得不到的 便也没有机会 如今其他远古家族 都已摆脱束缚 可我三圣妖族 却依旧被困在此地 无法脱离 必须尽快离开这里 去抢占当代修武者的资源 借用神山的力量 是当下最好的机会 这不是报复楚轩元 就算不是楚轩元的儿子来到这里 是其他人 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秋天也去了 星雨也去了 就算楚轩元儿子会死 我的儿子和我的干女儿 也都会陪他一起死 我没有对不起楚轩元 况且 这是楚风自己决定的 我无愧于任何人 三圣妖族组长道 见三圣妖族组长态度坚决 圣老无奈妥协 于是道要不 让秋天回来吧 没必要让他陪着冒此风险 这是秋天自己的决定 我尊重他 圣老 若没别的事 我便先走了 话罢 三圣妖族组长便转身 向楚风等人方向追去 圣老站在原地 若有所思 玄机目光坚定 他似乎也做出了某种决定 本章完